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今天 立臨現場 稍微解釋一下今天的這個講座 是來自於這個 國際知名的TED的演講 大家如果在網上有聽這種 12分鐘到20分鐘之間的專家 我們要來講一些的議題 在台上就會有三個字是TED 那我們思考的過程 我們把它設計成一個系列的講座 然後用M來代替題 所以M是比較醫療方面的資訊 E是Entertainment是娛樂 D是Design是設計 提供給各位有很連串的一些專業的知識 以及我個人的一些親身的體驗 小學畢業的時候 跟著家庭一起移民到阿根廷 大概是台灣能夠到的最遠的國度 在那邊住了14年 在那邊的布宜諾斯愛里斯大學的醫學院 拿到了一個醫學博士的學位 然後又在美國 約安霍普金斯大學的公共衛生研究所 拿到了一個醫療政策與管理的博士學位 以及我在台灣所做的醫療是從外科開始做 做到重症 做到醫美 以及做到許多的專科 可是早在我在美國的時期 二十幾年前就有覺得現在的醫療 有需要做一些修正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吃過藥 我看大家在座的裡面 有誰來跟我講他一輩子沒有吃過藥 我認為這個人是值得採訪的 這個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人 可是開藥這件事情 我做了很久很久時間的思考 能不能講出 就是說開藥吃藥這件事情 似乎沒有人質疑過 似乎認為不舒服就要吃藥 有病就要吃藥 被診斷出一個什麼樣的毛病 就要吃藥 但是後來在我的經驗當中發現 好像有一點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似乎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探討 藥這件事情 我先用幾個案例 來說明一下 在醫界也開始在做一些的 所謂的檢討 這一位是一個中國的名醫 他因為罹患了癌症 其實我們醫師有一個很大的諷刺 我以前在醫院就是看過很多 心臟科的醫師自己心肌梗塞 神經外科的醫師得腦瀏 這種諷刺真的是在發生 所以這一位名醫 他就得了癌症 然後在他臨終之前 他講了這一段話 然後值得人家深省 就是說我們身體是什麼做的 然後要修復好我們的身體 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東西來修復 可是醫界一貫的做法 就是拿藥來壓住症狀 或者是拿藥來控制住一些的問題 這種做法比較像是指在包火 因為到一個時候他會爆發 他會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這個醫師他就講說 人體是營養素造成的 那要怎麼修 就是要用營養素來補來修 他臨終前說出這一段話 可是他 他的行醫的過程 他可能也開了無數的藥 開了無數的刀 最後他講了這一段話 我早在我26歲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有這一段話想要說 所以一直呈現了這麼久 走過了整個醫療非常完整的一個訓練 還有我也開了無數的藥之後 還有我也開了無數的刀之後 我是外科醫師 所以人家問我你開過什麼刀 我就說從上面到下面 從前面到後面 沒有身體一寸的地方 我沒有開過刀的 可是開了這麼多刀 開了這麼多藥 我到底是救了多少人 其實我自己心中有很多的懷疑 很多的不確定 甚至有很多的心虛 我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是我現在才想的 我有一點脫稿 我們以前開刀完都會給病人 所謂的止痛藥 就是傷口會痛 然後我們就給他止痛藥 以前止痛藥就是每四個小時 每六個小時要打一次或者要吃一次 否則他的那個效果會過去 他就會又開始痛 在當外科住院醫師的時候 美國發明了一個藥 據說相當的革命性 就是吃一顆24小時都不會痛 哇 那我們拼命開 開得好高興啊 因為我們這樣晚上值班就可以睡 病人不能睡 我也不能睡 所以我開一顆24小時 我也睡得很高興 病人也睡得很高興 那大家皆大歡喜 後來突然間聽到 美國就開始出來消息了 可是那個是已經我離開醫院 已經不當外科醫師了 所以距離我當初開藥 大概有10年的時間 這顆藥突然間出來了消息 他說他下架了 我嚇了一跳 這麼好的藥幹嘛下架 是因為發現他在美國 有因為這一顆止痛藥的作用 而導致184個病人死亡 我嚇了一跳 死亡耶 那後來就有大家一般人知道 藥的發展的有 這種Phase 1 Phase 2 Phase 3 這種FDA的 這個新藥上架的過程 有這三個等級 Phase 3就是用人體來實驗 但是我來告訴各位 還有一個Phase 4 Phase 4就是說上架了之後 吃死幾個人 吃死了幾個人之後會下架 所以第一個病人死亡 然後怪這個藥 他不承認怎麼可能是我的藥 對不對 這個可能跟其他的因素有關係 死了兩個三個都還不承認 他後來死了184個 後來終於證明這些死亡 都跟這一顆藥有關係 那我當初有沒有因為開這個藥 害死過某個病人 我都不確定喔 搞不好有喔 但是 好 這個無從考究了 所以我就覺得 唉唷 我當時開藥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想要知道 好 那最近 上個禮拜我又看到另外一個新聞 這是我們台灣的 中國醫藥大學的 一位名醫 他是感染科的喔 感染科就是在開 所謂的抗生素啦 這些的藥 他們是開這種藥的專家 他突然間講了一件事情 因為我以前認為慢性病吃藥 是走不通的路 可是 他跟我講即興也不能吃藥 我嚇了一跳 他說 我們發燒的時候都會吃退燒藥 這件事情 他說完全是錯誤的 我更驚訝了 他說 那細菌跟病毒 他就喜歡37度耶 那你身體為什麼燒到39度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機制 要殺這個細菌 殺這個病毒的耶 因為多2度他就活不了耶 結果你還把它退燒 那你是不是讓這個病毒跟細菌 又恢復了舒適的環境 然後繼續置身 所以我以前就常常講 發燒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嗎 你身體會痛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嗎 你知道以前古代麻蜂病 麻蜂病就是讓你不會痛耶 這是那個麻蜂的病菌吃掉你的神經 以至於你都不會痛 那不會痛是好的嗎 不會發燒是好的嗎 通通錯 發燒是好的事情 所以這一位王醫師他就說 發燒是一件好事 千萬不要去避免它 那大家都說 唉唷這個燒下去頭腦會燒壞掉 王醫師說 很難燒壞掉 除非是腦炎 而且燒要燒到幾度才會燒掉 很多人都不知道 39度會燒掉嗎 我告訴你小朋友39度發燒喔 他還瓦跳跳在那邊跑來跑去 根據我的經驗 我知道頭腦要燒掉 差不多你去泡溫泉 泡那個最熱最熱最熱的溫泉 而且頭要浸在裡面 43度 而且要燒一整天 你在這個溫度以下 都是安全的 意思就是說都是可以不用藥 這些觀念就開始一直顛覆 一直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吃藥不OK 我現在不是說什麼藥都不能吃喔 但是我們來稍微檢視一下 我們平常在吃的藥有哪些有問題 現在我要講的是慢性病這些 吃藥不OK 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高尿酸 這些藥都是在吃什麼意思的 都是在壓數字的 這是你血糖 血壓180 所以吃一顆藥你會降到170 160 那請問你的高血壓有被 血藥要醫好嗎 沒有 因為你要停了 血壓又上去了 血糖 血脂 都一樣 都是類似 所以它不是在治本 是在壓數字 而且你要吃一輩子 那吃一輩子就是有一輩子的副作用 所以這位日本醫師出了這本書 90%的藥其實都不需要吃的 它已經講出來90% 所以只剩下10% 真的是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吃 這個我同意 普通的藥單 就是每一包 每一盒藥裡面都有一張 這一種說明書 要你注意的事項 那這一個藥呢 它是叫做抗阻滋安 它是過敏的藥 這裡有一個紅框框 紅框框的意思就是Warning 就是要叫你注意 要小心這個吃藥 第一欄它就會告訴你 這裡面有一個所謂的副作用 副作用 大家注意看 這個是過敏的藥 抗阻滋安 如果在這裡有一個A 那三個字如果大家注意看 叫做過敏 過敏藥吃了會過敏 這個邏輯上是 有一點點小小的難通過 過敏藥吃完 副作用是有可能會過敏 那到底要不要吃 就是說你吃完了之後 你身上的過敏好了 但是你對這個藥會過敏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藥物 就很奇怪的東西 我以前關節尿酸堆積就會很痛 然後西醫 我也是西醫 所以我去找我同行 我找我的同事 醫院同事請他幫我開藥 他會開一種藥叫做秋水仙 這種藥很厲害 這種藥它的作用就是副作用 意思就是說它會先副作用出來 作用才會出來 所以就問那個我的同事 我的同學 就是說同學吃這個藥 要吃到什麼情況 尿酸才會降 他說吃到繞晒 副作用先出來 之後尿酸才會降下來 所以又讓我很難解決 我是要關節痛還是要繞晒 要二選一 後來還真的 它那個胃腸的副作用 那個吃下去會滾腳痛 然後出來就會繞晒 真的很厲害 可是繞晒完尿酸也會降下來 所以後來都讓我覺得 那我有沒有別的方法 可以不吃尿酸的藥 而尿酸可以降下來正常 所以我就開始 一直在想這種辦法 最近又有一個新聞出來 這個是國際知名期刊 這個叫The Lancet 他做了一個評比 評比全世界45個國家裡面的幾個疾病的治療 發現台灣在慢性病的治療 特別在這三個疾病 腎臟病 高血壓機 糖尿病 這三個疾病的治療 是在這45個國家裡面最後一名 靜培莫作 然後就一大堆醫生出來很不服氣說 我們這麼好的醫療怎麼可能這個最後一名 可是人家是三大期刊 他評比出來當然有很多的指標 這個其實是我很早就在講的 高血壓的名醫 心臟病的名醫 腎臟病的名醫是在比什麼 是比他掛號的數量 越掛越多 所以他是名醫 可是對我來講 越掛越多 等於他都沒有醫好病人 腎臟科的最有名的名醫 是洗腎的病人最多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洗腎他有沒有辦法減少洗腎的病人 舊一點腎臟回來 這些都告訴我 慢性病的處理不是用藥處理的 是用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生活型態 那生活型態的改變 其實是健保給我們的醫療所做不到的 因為一個病人 他要生活型態改變 你去掛號一個健保的號 他給你 醫生給你三分鐘 其實是要開什麼要給你 到後來他沒有辦法做到 生活型態的任何的改變 而且生活型態的改變 非常費工夫 非常費時間 所以美國醫生在看病 他看一個人都要40分鐘 為什麼 他是要跟你聊 你有肥胖對不對 你高血壓 你要不要減重 他就是跟你講很久 希望你改變你的行為 這件事情其實很吃力不討好 大家都認為很浪費時間 可是如果做到了 受用不盡 一輩子都可以很自由 我就是藉著行為的改變 達成我現在的身材跟腰圍跟體重跟體脂肪 以至於我現在覺得我很自由 而且不用吃藥 而且我也相信 如果維持下去 我應該都不需要吃藥 所以我才急著想要把這些訊息分享給各位 所以問題是出在哪裡 問題是出在拚命給藥 然後病人就拚命吃藥 然後吃來吃去 還都不知道有沒有吃好 有沒有吃出問題 有沒有吃出想要有的效果 我把這個題目講成為藥廠與醫界之間的共犯結構 我就把這本書我拿過來 我這本書是2004年買的 而他在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講藥廠與醫界之間 他們怎麼串通好 所以我必須要藉著講座這個時間 把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 然後才會知道我們的健康被這些藥廠跟醫界的人 其實有一點被玩弄 藥廠他們為了取得自己想要有的研究結果 他們捐獻給醫學院醫院大量的資金 那這些都已經經過證詞了 書裡面都有詳細的交代這個過程 特別是指這個降血脂 膽固醇的藥的藥商 所有藥裡面賺最多錢的一種藥 那怎麼樣賺最多錢 他就告訴你說你的膽固醇高 你要降膽固醇 所以你只能吃我這種藥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 那1981年齁 這個這種要賺的利潤是2.92億美元 到1991年10年後 已經賺到21億美元 但是我這本書出來的是2004年 這個數字早就又不知道翻了幾番 當時就說好 只要你膽固醇over200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會告訴我說 我高膽固醇200 然後很多都有在吃這種藥 那這種藥有一種類別 英文Statins 就是他丁類的藥來降血脂 我就現在要慢慢來介紹這種藥 首先絕大多數高血脂的患者 他們已經把他稱為患者 你有沒有見過人 200以上的高血脂的人 他有什麼症狀 其實都沒有症狀 其實都不會有任何的感覺 一點都不會不舒服 但是咧 他們用很多方法讓你覺得很恐怖 你血管都塞住 你有一天心肌梗塞還會中風 怎麼樣怎麼樣 講一大堆 那就有一位美國醫師 在1977年研究出來的報告 他講說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 只有3到4成 同時有高血脂 意思就是說 好心臟病 心血管疾病的人 只有3到4成 膽固醇是高的 意思就是說 6到7成膽固醇沒有高 第二個事情是說 如果用這種藥物降血脂 但是你沒有辦法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就是說 膽固醇降下來了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不會降下來 但是有一個東西是可以降下來的 就是你隨便吃一些綜合維他命 吃一吃 然後你的血脂會降下來 而且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也會降下來 這個是藥廠知道的 但是很怕民眾知道的 所以他們就用大筆的金錢 一直去收買醫學院跟醫院 他一個藥大概研發10億美元研發出來 他還要再花190億去 所謂的買通這些的醫學院 然後請他們在收錢的時候 要簽下這個同意書說 好 那我今天開始我要告訴我的醫學生 我的醫生 請他們以後要跟病人講同樣的事情 200以上的血脂你就要吃這個藥 這樣就達成了這個共識 所以他們的捐錢是很負利彈簧的原因 他們就說我是捐獻給醫療的研究 哇 講得很好聽 可是他裡面是一個陰謀 那這個教授寫這本書的 他就講 美國的醫學院有95%都有收這樣的錢 但是只有他的學校沒有 所以消息是從他們沒有收錢的 醫學院的教授講出來的 就是說還是有一些有良心的人 他不願意因為這樣接受買通 所以他們後來就發現 講200以上的血脂有一點講不通 所以他們後來開始就轉到 講這個壞檔固醇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又有人知道 壞檔固醇叫LDL 那這個東西如果高於130 就必須要再服藥 那後來為什麼越賺越多錢 是因為他們把這個標準 越壓越低 然後本來130 後來變120 後來變110 後來變100 都讓你覺得 你只要這個超過你就是必須服用 要不然你會心血管疾病死亡 後來所以這個醫生又在研究 他說死於心臟病血管疾病的60% 他的壞檔固醇也是正常的 所以都不能解釋 都不能解釋說 這個檔固醇到底有沒有直接影響 你的心血管的問題 所以最近又講了一些事情說 不是壞檔固醇 連壞檔固醇也沒有那麼壞 真的是很頭痛 到底誰是壞的 所以我現在的題目又寫說 這是降血脂藥的真理面目 後來壞的 也不是好檔固醇 也不是壞檔固醇 也不是總檔固醇 壞的是降檔固醇的藥 到2003年 這種藥已經賺了160億美元 所以你會知道 像默克 輝瑞這種藥廠 他們是富可敵國的 美國的藥廠在美國國會的 這種拉比的能力有多強 是很難想像的 區區一個藥廠 開發幾個藥 它可以左右誰當選總統 那它有這麼多錢 它要買通誰就可以買通誰 所以他們真的是有錢 能使任何人推磨的一種情況 那 好所以到2003年輸出來了之前 一年賺了160億 他們說在隔年 他們又要再降 調降血脂的標準 利潤還會再加倍 它只要調降10 就是你血抽出來了 還要再壓10下去 它就會再加倍利潤 所以他們要多少利潤 只是看他們要壓到多少 所以他們都跟這種 美國這種心臟醫學會 都已經講好的 然後就一直壓一直壓 然後民眾就認為 我這樣血脂太高了 所以我就要乖乖的吃 我有陪我爸爸到醫院去 然後被檢查高血脂 然後醫院就開出這個藥 我馬上把這個藥拿過來 不是我要吃 但是我就是要不讓我爸吃 到現在我爸沒事 那 所以 現在我有一些的結論 就是藥商呢 他在打壓什麼東西 其實藥商 第一個 他為了自己的利益 他在打壓的 他長年來他都在打壓 所謂的營養品 營養素 我們所謂的輔助食品 健康食品 他很怕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這種東西 研發很便宜 然後又會降膽固醇 又會降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那他的藥呢 做不到 所以他很怕一般民眾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位醫師就早在十多年前已經講出來 其實我在這本書出來之前很久 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從26歲 我今年剛好52 所以就是我一半的歲數之前 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藥很有問題 你要真正的健康 躲避這些心血管疾病 有幾個事情你要做 第一個 我們要有一個營養處方 這是我的專業 我現在在幫人家規劃的 加上生活型態的改變 生活型態的改變 包括減餐 減重 減體脂肪 然後減腰圍 這是四個要減的東西 那要增加什麼 要增加運動 增加重量訓練 就是肌肉訓練 然後要增加肌肉的量 那最後呢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你就不用吃藥 不用看病 甚至喔 不用檢查 台灣人對檢查這件事情 有時候已經到了 迫害妄想的地步 就是去檢查的目的 一定要檢查出 最好檢查出癌症 那沒有檢查出毛病 都不會罷休 要一直檢查下去 一直檢查到 真的有毛病出來 因為這個 如果太迷檢查的人 到後來會走火入魔 會一直檢查到這種 我個人已經 大概五年沒有抽血檢查 但是我很確定 我的血抽出來很正常 重點是 我有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你不用檢查 遠離醫院 遠離醫生 遠離慢性疾病 遠離黑白人生 我們就再來討論 所以擋固醇真的有這麼壞嗎 其實最近 檢固醇的 攝取量的上限 已經被解除了 這件事情 50年來 我們一直說 被告知說 我們檢固醇上升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心血管疾病會增加 血管會被篩住 怎麼樣怎麼樣 講了一大堆 最近卻說 每天吃一個蛋是一定要的 還有人說 眼科醫師說 每天吃兩顆更好 你眼睛會更好 很錯亂耶 以前也是醫生說不能吃 現在也是說醫生可以吃 到底要聽哪一個醫生 好 現在基本上就是 你要吃都沒關係 因為 膽固醇是身體製造的 大部分 只有兩三層是來自於外面的食物 所以你檀固醇如果真的高 你要怪的不是食物 是怪你的身體 檀固醇的作用是什麼 我們身體有60兆顆細胞 每一個細胞都有一個叫做細胞膜 這個細胞膜的原料 就是檀固醇 就是說 你有60兆顆細胞 每天都在renew當中 所以你需不需要檀固醇 你當然需要 還有荷爾蒙 有幾種荷爾蒙 都是膽固醇做出來的 性激素 男性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 腎上腺皮脂激素 和維生素D的前驅物 全部都是膽固醇 還有 我們膽之中的膽酸 在消化一些脂肪類的食物 也是膽固醇 意思就是說 膽固醇是我們需要的 什麼LDL HDL 全部都我們需要 而且他們都是好的 所以以前都被污名化 那現在都被平反了 膽固醇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它沒有什麼不好 只有一種 就是氧化過的LDL 有可能會在血管內壁造成血管的阻塞 表示LDL壞膽固醇其實也是好的 只要它不被氧化 然後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怎麼樣不被氧化 所以另外一個結論 就是說 就算需要降膽固醇 正確的答案 不是降膽固醇的藥 而是服用營養處方 就是用營養素的正確的補充 不但能夠輕鬆的降血脂 更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所以我是用很短的時間 幾張幻燈片來講這裡面的陰謀 那這個陰謀 真的 如果以後有很多醫師 仍然一直天天在開這樣的藥 趕快來找我 我會告訴你 你沒有吃 而且不會怎麼樣 而且吃了反而會怎麼樣 我是有證照的醫師 我又不是什麼江湖術士 我也不是什麼旁門左道 我現在是在講正規的醫療 所以大家可以查證 我的證照或者是我的資歷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聊一聊 什麼叫做營養素 營養素其實大家似乎知道 可是又似乎不知道 所以我分營養素有兩種 一種叫大營養素 一種叫小營養素 那大營養素就是我們每天吃的 碳水化合物就是澱粉 然後蛋白質跟脂肪 這個都是我們每天在吃的 但是大營養素裡面 其實有含小營養素 就是維他命礦物質還有植物類的黃銅 那有含喔 那你就會問我說 那既然有含 我就吃大營養素就好了嘛 為什麼還要再吃小營養素呢 其實有含不代表你 就是你吃了就夠 因為大營養素裡面含的小營養素 這個小營養素 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你如果吃的不夠 你要用蔬果的方式再補 就是要吃整個Toraku的蔬果 你可能才會達到你身體 像比如說剛才講 LDL只要不氧化它就沒事 可是它有可能氧化 你要靠營養素抗氧化劑 來讓它不氧化 你靠蔬果的量是絕對不夠 因為你的胃太小 所以當氧化壓力來襲的時候 你的營養素會突然間缺乏 什麼叫做氧化壓力來襲 我就用很多 我們看這個體育新聞 你會發現 什麼歐洲的名門的足球隊的 某一位球員很健康 踢到一半 球踢到一半 猝死 死掉 就在場上死掉 死掉的原因當然是心肌梗塞 可是他為什麼會心肌梗塞 他不是很健康嗎 天天在踢球 天天在踢球跑跑去 這種人怎麼健康的情況 不是我們可以比的 可是為什麼他會猝死 他心臟突然間因為某個原因缺氧 那心臟缺氧三分鐘就夠了 他就猝死了 在營養醫學的解釋就是 你當時遇到一個氧化的壓力 是你自己不知道 沒有感覺的 所以奧運選手 職業球員 每一個人 只要是夠職業的隊 都有在做營養處方的規劃 一定有 既然這樣的球員 有在做營養的規劃 何況是我們一般人 所以這個就是營養素 還有大營養素跟小營養素 有一個差別 我們在吃大營養素 再把小營養素吃進來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吃到我們不想要吃的 那叫做大卡卡路里 就是能量吃太多進來 譬如說 有一個很好的抗氧化劑 叫葡萄籽精華 但是它的營養素 全部集中在紅葡萄的皮 還有籽 籽我們不吃嘛 對不對 那皮也有很多人不吃 結果吃到的肉全部都是糖 然後沒有吃到任何的營養素 這個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為什麼白酒沒有紅酒好 因為紅酒是有紅葡萄皮去釀出來的 健康食品它就是把那個營養素萃取出來 然後把那個糖弄掉 那我們吃進去 所以一顆葡萄籽精華 然後我們吞進去 它有15串到30串葡萄 你有辦法吃這麼多葡萄嗎 你30串葡萄吃下去 趕快去量血糖 那個時候很漂亮 數字高到屋頂 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可以這樣吃嗎 所以這些都是我常常遇到的問題 很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傳統醫學有一些的迷思與限制 現在傳統 應該講主流醫療正在檢討的 我們自己醫生也有在檢討 那台灣有世界第一的健保制度 但是它只幫助一些少數的重大疾病的患者 現在目前醫院所能服務的 我們想要醫院就好了 它有四個服務是一般健保做得最好的 叫做急診、住院、開刀和加護病房 這四個東西如果重病來了 除了醫院以外 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 可是這只佔所有健保服務的群眾的15% 那85到90%的人都是慢性病 他們都在拿藥 而且他們其實都可以不拿藥 就是這個重點 我們整個MAT講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思想 就是要來看能不能改善這件事情 就是85%到90%在拿藥的人 要讓他知道還有不拿藥的方法 吃藥吃多了有問題 但是很少人知道 除了吃藥以外還可以做什麼 所以這一件事情是我們講座 會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主題去講的東西 這一句我覺得是很好 它叫做Living too short, dying too long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真正活的有品質的歲月很短 然後還活著 但是一直在死去的時間很長 這個話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說你活著 但是你一直在病房裡面躺在那邊 可能身上插了很多的管 還有很多的這些 量你的血壓這些東西 這種情況很長 然後在外面環遊世界時間很短 那這就是我們所不希望看見 可是慢性病可能會讓你這樣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什麼叫做老化 那老化其實只有一個理論 是現在公認的 叫做自由基吸急我們的細胞所造成的 那老化有很多現象 我們皮膚會皺有皺紋 這種就是皮膚的細胞老化 把自由基攻擊久了 我們會有的現象 所以 這都是從我們的細胞的level開始 然後擴及組織 然後血管老化就會變硬 這是同樣的道理 老化就會開始造成所謂的退化性疾病 而且極大部分的退化性疾病 直接跟你的這個自由基的攻擊 的活動 是連帶關係的 所以我們的自由基在哪裡有 這些東西通通給我們自由基 所以自由基是躲不過的東西 自由基是跟我們的生活周遭 任何東西息息相關的 就是說我們不要讓這些自由基進來 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個統計喔 一個人一輩子的自由基 進來我們身體又出去的 或者被代謝掉有多少 很多人不知道 總共有七公噸 一個人一輩子 所以是躲都躲不掉的 好那自由基呢 它就會慢慢的讓你退化性疾病 慢性疾病 所以這裡有四大天王 叫做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癌症 所以剛好都是我們台灣 表現最差的幾個疾病 那右邊這裡有一個腫瘤 細胞長得很漂亮對不對 它是一個乳癌的1.5公分的腫瘤 那這個跟我外科醫師有關係 以前我當外科醫師的時候 一天開6個乳癌 那後來我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做一點事情 讓這種乳癌的機率減少 而不是看到乳癌就把它切掉 看到乳癌就把它切掉 外科醫師好像很厲害 可是長這樣一顆腫瘤 你知道要多少時間嗎 不是20天 也不是20個月 是20年 20年你有時間做一些事情 不要讓它長成這樣 自由基 它就是身體裡面有一些東西 是 就是一些電子 這個是比較在分子的情況 它 我們的正常的分子 都是 246 它外面有一環電子 這電子只要是偶數就安全 但是它只要變成基數 1357 它就變成自由基 那自由基的時候 它就會做一件事情 它就會變成不安分 它就會去搶別人的電子 這是一個細胞膜 旁邊有一個自由基 那自由基它就會到處去搶電子 搶久了它就會造成細胞膜的破壞 破壞進去之後 裡面有DNA 它也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它就偷電子 偷久了 這個DNA就被破壞 然後可能就 產生病變 所以身體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 上帝都有給我們 一種東西 叫做抗氧化的酵素 身體有這三種 這個被證明過 只要長瘦的人 它這三種的氧化 這種抗氧化的酵素 抽出來 濃度都比一般人高 30%以上 所以你如果去查 你這個濃度超高 恭喜你 你有長瘦的基因 三個酵素的系統 它只做一件事情 它就會把你所有細胞的 最後的代謝物變成水 所以抗氧化劑有三大類 就是維他命 礦物質 生物類 黃酮 那這個就是我在配 營養處方的 基本的三大成員 像我們在練身體 我就是在吃這個乳精蛋白 這個是長肌肉 那又安全 它又不會傷身體 因為外面有很多很奇奇怪怪 長得很大一瓶 很畫畫綠綠 各種巧克力什麼 其實那些東西不一定安全 最後我要花一點點時間來講 我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運動員 她要去比賽 她比賽的項目叫做巴西柔素 這個女生她重量過高 她想要比的是羽量級 但是她的重量在羽量級之上 55公斤可以比羽量級 她61公斤 到65公斤 她是叫做中量級 所以她去比可能 就是會比她重量重的 她就沒有勝算 所以她委託我 10週內我幫她減了6公斤 所以她到55以下 然後再去秤 剛好可以比羽量級 她就拿了兩塊的金牌 所以剛才我們有研究 為什麼運動員這麼健康 還需要補充營養品 其實營養品不是只有補充 營養品絕對不是在補充你的體力 她需要我幫忙的是 她要減體重 又要增加肌肉爆發力 這是有點難的 通常增肌肉會增脂肪 減脂肪也會減肌肉 怎麼做到增肌肉又減脂肪 這些就是要靠足夠的營養專業 才有辦法做到 所以在比那種 比如說田徑好了 她要多跳高1公分 多跑快0.01秒 那這裡面就不是只有體力的問題 她的肌肉的爆發力 她的這種耐久力 還有她的彈跳力 等等這些東西 就差那麼0.01秒 差那麼1公分 她所需要的營養的規劃 是要到什麼程度 所以本人最近有金牌醫師的稱號 就是靠這兩塊金牌 我這營養的處方 我們也幫她做乳清蛋白的規劃 所以一去突然間發現 我以為我只幫她減重量減下來 她可以比就很高興了 結果後來發現她贏兩塊金牌 好像大人打小孩 非常的簡單 因為我也看過 我看她那比賽 看了半天而已 我也看不懂 突然間 就把那個對手給扳倒 她就贏了 那營養醫學 也渴望在近幾年 會改變現在的醫療 這是已經有很多醫生在寫的 這個趨勢的分析 那營養醫療會慢慢的讓慢性病的治療有改觀 所以現今的醫療 我最近有一個 約翰霍普經事的同學 他也是在中南部的一個醫院的院長 然後自己也得了癌症 然後後來又 他自己用生肌飲食調養 把自己的癌症醫好 然後他就說 今天早上在LINE上面講出來 他說主流的醫療 有犯了一些錯誤 就是他不願意跟其他的醫療來整合 我是西醫 所以我也不是在否定所有的西醫 我畢竟是一個很正規的西醫出身的 我不會去講一些 傷害我原來這個醫療的話 不過也必須要承認 有缺失 有不足 有限制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要回過頭來檢視 有沒有什麼可以補助 所以我現在的營養醫療 其實都是跟主流的醫療一起在搭配的 我沒有說你癌症 那你就不要吃藥 不要開刀 那你來吃我的營養素 我沒有這樣做 我說你還是有你的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都是我的同行 都是我的同學 都是一些癌症專家 然後我用營養素來 來輔助你 因為癌症病人的死亡最大的原因 其實是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造成免疫力不好感染而死亡 所以很多時候你的營養規劃很好的時候 你化療也做 開刀也開 你到後來的癒後很好 其實是搭配起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的醫療才是更理想 然後更少復作用 達到最後大家想要看見的結果